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和汽车驾驶体验差别大吗 我们专业处理的ATV 它跟KTV的区别呢 就是一个用来唱 一个用来骑的 以前在KTV的领域 我还是比较驾轻就熟的 但是在ATV的领域呢 就很容易翻功 所以呢 还是很值得我们去 好好学习练习的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 把连五六岁的小朋友的皮胎 就掉以轻心 因为很有可能 你就会变得连五六岁的小朋友 都不如啦 揭秘一下翻车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心情就是 为了保住面子 就是 因为相对于车来讲 在车里面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还有四个路 只要我们好好地学习 好好听教练话 其实我翻车了 也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我们身上呢 都穿了非常严谨的 保护措施 所以在这个方向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 好 好 再说 再说 准备开车 开车 来 我们先吃个揍揍 这个手翻了 好 开始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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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